大家好,2021年2月17日第四部视频 刚刚在第三期视频之中说了一下 西藏的一名藏族人权斗士在狱中冤死 然后是北大的难民保安 一名成长起来的留守儿童 蒸蒸铁骨,积极为国内民权议事和受迫害的新疆少数民族同胞发生而被抓捕的这个事情 又发现了一个新闻 是一名在新疆的母亲为儿子发生的这么一则事件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儿子叫李林,是在17年左右通过推特,通过网络 表达了对新疆遭受人权迫害的这些少数民族发生 对他们表示同情,揭露了当局在新疆所做的这些罪恶 然后呢,被当局逮捕以煽动国家分裂罪和煽动暴乱罪 被判刑四年 这名母亲呢,收到判决书 发现他儿子的这个户籍档案什么的 从辽宁已经都改到了新疆 应该是新疆为了以新疆当地的这种煽动暴乱等等罪名 方便对当地人进行处罚 所以把他的儿子户籍都已经改到了新疆 他的母亲就进行了申诉 结果呢,法院置之不理 再去申诉大厅 大厅负责把守的法警 不让他进去 并且扬言 我的职责就是把你拦在法院的门外 这真是叫做有冤无出诉 有苦无出说 法院不是说理的地方 而是这个中共维持暴政的地方 人民进去申诉 连进去的权利都没有 基本的人权荡然无存 你一个法警就有权利不让别人进路 就有权利限制别人的基本人权 这名母亲也没有办法 后来呢 得知已经在狱中服行了三年的儿子 每天都佩戴脚料 大家都知道脚料重量很重 一个是限制犯人的这个行动 自由防止逃跑 更多的起到一个对犯人的一种刑法 因为现在犯人在高科技管理下很难逃跑 脚料呢 只是让他们佩戴痛苦 让他们疲惫 主要起到一个折磨的作用 他的母亲呢 就找有关部门及监狱进行反应 希望把脚料至少给摘下来 监狱的预警给他回复说 像他儿子这种案件 在新疆按照规定都必须佩戴脚料 也就是说不给他打开 而且通过预警的回答 我们也了解到了新疆这种案件 对宗教案件 对这个民族迫害这种案件 所有的犯人都必须佩戴脚料 都能遭受这种折磨 那以此类推 我们也知道他们在狱中还会经受什么 我们也很清楚 这个在新疆的所有犯人们都会遭受什么 这里呢 也是希望能够大家引起关注 如果能够有力量 能够广为散播 帮一帮这名母亲 让他的儿子如果能够提前出来更好 至少在狱中 像他儿子一样的 这些受害者能够少受一些折磨 他的儿子名字叫李玲 我们也在此对李玲表示崇高的敬意 同时在这儿我也想提醒 还身处在中国国内遭受中共统治的这些议事 这些民权斗士们 你们如果要是传递国内的消息 或者是在网上报道一些新闻 最好是找一个安全的设备 比方说国外品牌的手机或者是摄像器材 然后把其中无关的各种软件都要删除 这部手机呢 不要插什么卡 只是在安全的地方通过WiFi 或者是其他的手机卡上传就可以 一定不要有各种APP 一定在拍摄的时候 把脸挡住 把标志性的建筑 甚至声音都要进行处理 因为国内现在统治民众的这些大数据 这些AI人工智能 他们的这个技术手段都非常发达 他们把所有的这个科技能力都集中运用到 对民众对民主自由的压制上来 不是号称中国的维稳经费都远远高于国防 高于国防经费吗 大家揭露暴政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留的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只有保障自身安全 保障妻儿老小安全的前提下 才更有意义 否则出事未竭身陷死 是一时把这些罪恶昭示于天下 但你进取之后 做一些无谓的牺牲 这我并不赞同 也认为不理智 安安全全在外面 处理好这些技术细节 才能更长久的做斗争 更长久的为推翻中共暴政 做出更大的努力 取得更多的这种成效 好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